新疆土魯帆善善县26号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事件 大陆官方媒体报道造成了至少27人死亡 事件发生之后这个中共当局立即全面封锁消息 这起事件发生在七五事件四周年前夕 据新疆维权人士的初步推测 可能是由于当地民众无法忍受当局的高压政策 才导致官民冲突 新华社发布英文报道说 6月26号早晨6点 新疆善善县连牧沁镇发生一起暴力事件 造成数十人死亡 但新唐人采访当地民众了解到 暴力事件的爆发地点并不是连牧沁镇 由于当地政府迅速封锁消息 并进行全镇戒严 电信和通信也几乎中断 使得当地居民对这次暴力事件了解也很有限 此外新华社报道的死者身份也被指不属实 报道中说 袭击者砍死了17人 其中包括9名远警保安 以及8名平民 另外还有3人受伤 随后警方开枪打死10名袭击者 抓获3人 但德国之声引述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的话说 能够确认的是 维吾尔人和当地执法部门发生冲突 但死者中没有民众 只有公安保安 所谓的平民是联防人员 这次冲突正值七五维汉民族冲突事件四周年前夕 新疆局势再次引发外界关注 2009年 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七五维汉民族冲突事件 当时近200人死亡 1700多人受伤 新唐人记者张天宇 钟原采访报道 新疆乌鲁木齐发生